大家好,我是Ari-jen Ye-da 这中间所发生的事情 以及一些心理上、情绪上 甚至于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这些东西我今天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关于忧郁症这个东西呢 在近几年它的资讯算是比以前多很多了 很多人可能也对忧郁症有一些了解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 对于忧郁症存在一部分的误解 或者是不是那么的清楚 甚至还是有一些污名化的状态 那我其实自己也知道 以我的身份来说我是YouTuber嘛 那基本上算是一个半公众人物 通常公众人物公开的告诉大家 自己有忧郁症的时候 其实通常会获得的回馈呢 有一部分会是 啊,你们就是用这个东西在骗流量 在骗取同情心 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有一点污名化的现象 之所以会决定要做这个分享的原因 是因为当我在IG分享 我自己是中足忧郁症患者之后 有很多的人私讯告诉我说 他们也曾经是忧郁症的患者 或者是他们现在也是忧郁症的患者 又或者是他觉得他跟我有一样的症状 那看了我的文章之后 给了他一些勇气 或是让他知道他应该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那么在开始分享之前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这支影片不会开启盈利 然后如果在这支影片的底下出现了任何攻击 以及对忧郁症不友善的留言 我会全部都删除 好,那么在分享我个人的状况之前呢 我们还是得要先来说明一下 忧郁跟忧郁症是不一样的东西 忧郁是一种情绪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能发生了某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 你会有忧郁的情绪 比如说亲人的离世 或者是你可能跟这个朋友吵架 或者是你发生了重大的事故 分手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会产生很忧郁的情绪 你会有一段时间心情都非常非常的低落 可是当你把你的心情调试好了以后 这个忧郁的情绪它就会过去了 这个叫做忧郁 但是忧郁症呢 它是一种慢性疾病 所以它会有所谓的发作期 缓解期 康复期 跟复发期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就是忧郁症常见的一些症状 首先是你会对原本感兴趣的事物失去兴趣 情绪会非常莫名的低落 会常常想哭 然后你的思考变得非常的负面 丧失自我价值感 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点意义都没有 睡眠的部分 你可能会是 睡不着 失眠 持续性睡眠 另外一种是试睡 食欲的部分则是会有一种是 吃不下 体重大幅降轻 另外一种的是 吃太多 体重大幅上升 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 性功能障碍的问题 最最最关键的 就是会反复的出现死亡 以及自杀相关的意念 通常像这样的症状呢 持续两周以上呢 你其实就有一点点忧郁的倾向 但是并不表示 你有这些症状两周以上 你就一定是忧郁症哦 忧郁症的判定是必须要有医生 去做一些心理横见之后 才能够有所判定的 接下来简单的讲一下 关于忧郁症的成因 首先第一种是生理上的 也就是所谓的大脑中的血倾诉不足 因为它分泌过低的关系 所以会导致忧郁的情绪产生 那这个部分呢 所使用的就是药物治疗 再来第二种就是心理层面的 你可能遭遇了重大的事故 你可能有创伤 以及你累积了非常多的压力 等等这些东西呢 可能会导致你的忧郁产生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呢 通常就会是药物搭配上心理治疗 最后一种呢 算是近期一个比较新型的治疗 叫做重复经颅磁刺激 经颅是那个经过的经 颅是头颅的颅磁场的磁 这个东西叫做RTMS 那他就是透过这个磁场呢 在脑部诱发微电疗刺激 使你的大脑情绪相关区域的血流增加 然后可以去控制你的情绪回路等等 进而产生治疗的效果 但是他的治疗费用非常非常的昂贵 我之前有查过 查到以后觉得 OMG就是我还是乖乖的吃药 跟做心理治疗 因为其实做心理资商也不便宜 那么你要长期的看着回诊 也是一笔费用 所以一般的患者呢 通常会选择的大概都是心理治疗 跟药物治疗这两种 前面我们简单的讲完了 关于忧郁跟忧郁症之间的差异之后呢 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自身的经历 情绪开始产生问题呢 是在今年的1月份 但其实从去年就开始 有一点点有迹可循了 只是当时的我一直都没有发现 在1月底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想法是 如果我明天就要死了 好像也很好 如果我死掉了以后 我好像就不需要再烦恼 很多很多的痛苦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子的想法 即使我可能在某一些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要做线上课程很忙 或者是说正职的工作跟YouTube两边这样子 非常非常的忙碌 我也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个念头 所以当我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然后接着下来情绪的反应就出现了 莫名的情绪低落 几乎就是每一天都会哭 开始对很多事物丧失的兴趣 那个时候呢 我开始对追星这件事情 慢慢的失去兴趣了 你们都知道我是秘密嘛 可是我开始不再像以前一样 那么频繁的会看推特 那么频繁的会看就是偶像们的影片 再来就是思考会变得比较迟钝跟比较迟缓 我的本业是家教嘛 所以我自己有很明确的感受到 我在教书的时候 我的讲话 或者是我思考的时间速度 好像有变得比较慢 但我不确定我的学生是否有发现这件事 再来我出现的症状是 不是吃不下哦 而是一直想要吃东西 接着就是产生想要死亡的念头 比如说我今天走在马路上 看见对面有车子 我就会想说 如果他现在就开过来把我撞死 那我就不用再烦恼明天的事了 或者是我走过一个高楼 我就会想说 从那里跳下来之后 我好像就可以不用再烦恼明天的事了 当我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我的身边朋友说 我有这样子的现象产生了耶 我好像哪里怪怪的 可是我不确定 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压力太大 所以产生了这个想法 我就说 我想要再观察两周看看 这个症状如果持续两周以上的话 我可能就有忧郁的倾向 我再去看医生好了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呢 他曾经是重度优症的患者 他就告诉我说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已经长久累积下来的 就是我在做社群的时候 其实很常会是有压力 但我从来不去面对压力这件事情 我身边跟我非常熟悉的朋友 都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其实看着我在做社群 都觉得我做得很辛苦 甚至告诉我说 你不要做社群了好不好 所以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你直接去看医生 你不要再等什么两个礼拜了 所以呢 我就踏出了这一步决定 好 我去看身心科 但是我第一次看身心科的经验 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好 因为通常你进去之后 医生会问诊 就是他会问你的情况 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状况 感情状况 家庭状况 经济状况 一些相关的背景 他都会问你 因为他可能要从这里面去判别 你是不是最近有发生 什么样子的重大事件 导致于你最近的情绪上面 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是以我当时的情况来说 我的工作状况 基本上家教还算稳定 我的家庭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感情的话呢 因为没有感情生活 所以也没有问题 金钱的话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负债 就是一个正常人 可是当时我有告诉医生说 我有在做社群这件事情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跟自己讲说 做社群这件事情是我选择的 所以即便有压力这件事情呢 我也从来不曾把压力视为压力 我就会觉得那是我应该要承担的 我讲完这些话之后呢 医生呢就问我说 你最近有没有服用一些什么样其他的药物 那因为我在去年就是刚好有这个肠胃溃疡的现象 所以我有在吃这个药 然后医生就说 那你可以下次回诊的时候把这个药带来 因为有一些肠胃科的药 可能会导致情绪上的问题 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医生给我一种感觉是 你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为什么要来 我不知道这就是一种很直观的感受 我的直觉就是这样 所以我第二次呢就并没有回诊了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只要健保卡插进去 医生就可以看得到我用的是什么药 说实话 我第一次在身心科就诊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然后接下来就过年了 在过年期间 其实我也过得非常的低落 但当时我的家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于我们出门去玩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睡觉的时候呢 我一个人躲在棉被里面哭 而且要不能哭出声音 因为大家是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所以在过年之后呢 我就决定 我要去看精神科 可是当我填完出诊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怀疑的感觉是 我真的有需要去看医生吗 那种挣扎的感觉 你们懂吗 那这时候我那个过去曾经有 忧郁症的朋友就告诉我说 你就是看了你也不会相信医生 那这样一点效果都没有 除非你愿意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不然别人怎么样劝说都没有用的 所以我就在听了他讲的这句话之后 我就决定 好 那我就要去精神科就诊 所以我就在二月底的时候呢 我就到了精神科去就诊了这样子 那当然医生也是会问诊一些之后呢 就开了一些抗忧郁的药给我吃这样 所以我从二月底的时候开始吃这个抗忧郁的药物 二月底三月四月这中间呢 药剂量其实都一直有增加 然后医生在这二三四月中间的时候就发现 诶我的情况好像没有那么大幅度的好转 所以医生问我说 你是第一次吃这种抗忧郁的药吗 我说对 所以当时医生就说 那他觉得建议帮我安排做一个心理横见 去判定说诶我到底是不是有所谓的忧郁症这件事情 从五月份开始情况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糟 我整个五月份呢 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一切的动力 我整个五月份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吃完早餐之后 我就会觉得我一点事情都不想要做 除了我的上课这件事情之外 所以我吃完早餐之后 我就会躺回床上睡觉 然后就一直睡到比如说我要上课前 起来应该要备课的那个时间 然后等到我在上完课以后 我又会再躺回去床上睡觉 我甚至不会直接马上去洗澡哦 我就躺回去再睡觉睡一睡醒来 然后可能发现诶11点了12点了 我再去洗澡 然后我再回来睡觉 那一整个月我都是这样的状态 那么在五月中 疫情不是爆发吗 那个时候我妹就开始在家工作 因为印表机在我的房间 他常常会需要列印什么东西 那一段时间他就说 我每次进来你房间的时候 我都看到你躺在床上 这个不是我愿意的 是因为那个时候情况开始变糟了 所以我是真的 除了我要上课的时候 我必须要告诉自己 我现在要上课了 因为我没有上课就没有钱赚嘛 要不然除此以外 我真的都躺在床上 爬不起来 接着到了六月 六月初前面两个礼拜呢 这个情况还是一样的维持 可是有稍稍变好一点点 可是到了六月中呢 整个情况就大爆炸了 因为其实我在六月初的时候呢 有再回诊一次 那当时因为疫情已经开始了 所以回诊的时候并不是我的主治医师 所以说 他是照着原本主治医师的处方所开的 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力 就是我没有让我的父母亲知道 我在看医生这件事情 我只有让我的妹妹知道 所以当疫情开始 我都改成线上上课 不需要出门的时候 我要出门去看医生的时候 我必须要想借口 什么样的借口 我可以去看医生 而不会被怀疑 我其实从年初就有同步在看 耳鼻喉科 因为有耳鸣的现象嘛 所以我只好跟我的父母亲坦诚说 我有耳鸣的现象 所以呢 我要去这个耳鼻喉科回诊 然后我爸听到以后就说 不然我明天载你去啊 你们知道那时候我内心有多慌张吗 因为我就觉得 天啊他要载我去 可是我根本就不是要去耳鼻喉科 因为我的耳鼻喉科跟精神科是不同一家医院这样子 我就说没关系啦 我可以坐Uber啊 我爸就说没有啊 那那趟Uber的钱给我赚啊 你们知道我那时候内心就觉得 天啊爸爸 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去 我就真的让他们载我到耳鼻喉科那间医院 等他们离开以后 我再坐计程车到精神科的那间医院这样子 接着到了六月中以后 一切都爆发了 这个时候开始进入极度黑暗的时期 这个时候我产生了恐慌的症状 然后我开始很频繁的忧郁发作 而且每当忧郁发作的时候 都会有自杀的倾向跟自杀的举动 虽然最终没有完成 这段时间我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一直到七月中都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因为我发生恐慌的状态之后呢 我就觉得不行 我应该要再去看医生 因为我产生新的症状了 可是当时我的主治医师呢 因为这个分流的关系 所以在我原本看诊的医院 他都停诊了 所以我就只能选择家附近的 另外一间身心科诊所先去就诊 那当然他就开了这个抗焦虑的药 可以让我的情绪不要那么的焦虑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当恐慌发作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子的症状 首先第一个是会心悸 心跳加快 再来会冒汗 呼吸困难 或是觉得窒息感 胸口会有梗塞感 胸闷不适 恶心 头晕 等等 如果有四个或四个以上 在大概十分钟以内会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基本上他就是恐慌了 所以我当时发作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第一个 我喘不过气 呼吸不顺 头晕 第三个我觉得恶心 以及第四个心脏会蹦蹦的跳 再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我好像要死掉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要死了 很强烈的感觉 这个之前没有发生过 所以当他一发生的时候 我非常的害怕 开始出现这个症状以后 紧接着下来就会一直哭 然后大概就是等个差不多十到十五分钟 他的确就会消失的 没错 我去看了医生之后 医生就告诉我说 其实恐慌症呢 它是会让你身体还不舒服 没错 但是它不会对你身体造成危害 这一段时间就是 我过得非常的不好 我们回到刚刚讲 忧郁发作的时候 会企图要自杀这件事情 那个忧郁发作的感觉就是 你的情绪会突然间莫名其妙的 降到一个最最最最低点 而这个时候所有的负面情绪 都会一涌而上 你会开始觉得 我就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人 我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活得这么开心 我却这么痛苦 我在这个痛苦里面出不来 是不是死了就可以结束这个痛苦 然后这个情绪会一直累积累积累积 累积累积到最高点的时候 这个情绪会完全淹没你的大脑的理智 你的身体就会不受大脑的控制 那几次发作都是这样子 堆叠到最高点的时候 身体就不受大脑控制了 于是接下来做出的行为 就是企图要自杀 那么我做过的几个企图要自杀的行为 第一个是 拿耳机线 想把自己累死 再来第二个就是 拿湄公刀 想要割碗 再来第三个就是 拿毛巾 试图要把自己闷死 我在拿湄公刀的那一次 是我最深刻的感受到 我完全没办法控制我自己的身体 然后我用尽了很强很强的意志力 告诉自己 不行 我现在不能做这件事情 一旦我做这件事情之后 我的家人怎么办 用尽了意志力控制以后 突然之间我的脑袋的主控犬就回来了 我清醒以后 我立刻就把刀子丢掉 那个时候是半夜大概一两点吧 因为通常我的情绪累积发作的时候 都是在半夜的时候 过去前面几次发作的时候 我都没有找人求救 那我发作的时间都是凌晨 有时候可能是平日 可是我如果去吵他 我就会觉得 那这样他明天要上班会耽误他 那爸妈也是 所以我在这期间我从来都没有求救 一直到我拿湄公刀 企图要割碗的那一次之后 我觉得我真的不行 我再不找一个人求救 我觉得我会死 所以呢 我就去找被你妹求救了 哭着去找他 然后他是完全被我吓醒 你知道吗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你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在你床边把你摇醒 你是不是会被吓死 我妹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状态 那所以那一天晚上 他就跟我聊了很多 然后就帮助我这个情绪 逐渐慢慢慢慢的缓和下来这样 当时我妹就跟我说 我觉得现在你好像很迫切的需要 心理滋伤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那个时间点 并没有想要马上去心理滋伤 因为当时医生有告诉我 安排要做这个心理恒见这件事情嘛 所以其实我一直很想要等到 心理恒见的结果出来 确认 你就是生病了 我再去做心理滋伤 当然后期我了解到 其实心理滋伤不是只有生病的人才可以做 一般人也可以做心理滋伤 可是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有一个证明 一定要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对 你生病了 你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 这个时候我才会觉得 OK 好 那么做心理滋伤是一个必要的治疗 所以其实一开始就心理滋伤 是有一点点迫于 就是觉得 我好像不做的话 好像有点对不起他们 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再来洗一讲 关于心理滋伤的部分 反正我就开始去做心理滋伤了这样子 我从七月中的时候开始做到现在 大概是差不多三个月 快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到了八月份呢 我就做了这个心理恒见的检查 关于心理恒见检查 做了什么东西呢 这个之后也可以再来讲一个 到了我要看报告的那一天 我爸妈载我去医院 我妈妈还问我说 要不要陪你进去 我就说不用 没关系我自己可以 去了以后呢 医生就告诉我报告的结果 他就说 你的报告呢 就是重度的忧郁症 以及中度的焦虑症 然后你对于外在有潜在的敌意 然后他说明了那些报告的内容结果是什么 但是你们知道后面医生在解释的时候完全听不进去 因为我的脑袋只听到重度忧郁症这五个字 这五个字不断的回荡在我的脑海里面 当我一出诊间以后我立刻就哭了 那是一种没有办法控制的情绪 我觉得任何人应该都是会这样 甚至是连那个报告我都没有办法详细的去看 我就想说 我先去厕所冷静一下 可是我发现我根本就冷静不下来 好那我就忍着要去批架跟领药 所以我其实是一边哭 一边等待批架跟领药 当我出了医院大门要打电话给爸妈 问他们在哪里的时候 我电话一打之后根本说不出话 就是只能够一直哭 我妈妈就来接我上车这样子 那他们就看到报告说是这个 中度忧郁症 他们就会讲一些安慰我的话 那当时我的爸妈对于怎么样安慰忧郁症患者 他们其实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啦 后面他们才慢慢开始知道 那天晚上我妹下班回家以后呢 她就到了我的房间想要跟我聊一聊这样子 我就把我的这个报告书呢拿给她看 那因为我的报告里面呢 做了两种检测 一种是焦虑的 一种是忧郁的这样子 一个量表叫做贝克忧郁量表 这个量表它是以分数的区间去做区隔 0到13分是正常人 14到19是轻度忧郁 20到28是中度忧郁 29到63呢 是重度忧郁 那我因为在回诊完之后的情绪就是 脑袋里面只有中度忧郁症这五个字 我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自己的分数是什么 可是我那一天还是打起精神 一直到上完课之后又大崩溃 因为上完课之后 我的脑袋又回复了 我是重度忧郁症患者 我是重度忧郁症患者 直到我妹看了我的报告以后 她说欸你看喔 重度忧郁症的分数区间是29到63 那么你是32分 所以以重度忧郁症的这个区间来说 其实你没有到最严重 你就是微重度而已 我知道那边是要安慰我 而且其实老实说她讲出微重度的时候 我觉得她讲的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 然后她就说你一定没有认真看对不对 我说对啊 因为我脑袋里面听到我是重度忧郁症的时候 其他东西我根本就听不进去啊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是贝克焦虑量表啦 它的这个区间值0到7是正常 8到15是轻微焦虑 那16到25是中度焦虑 26到63是重度焦虑 那我是属于中度的部分 我必须讲我花了可能有两到三个礼拜去消化 我是重度忧郁症患者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冲击太大了 我一直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我可能只有轻度吧 在我的报告当中 里面是有写到一件事情 所以我才会受到如此重大的冲击 那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 我接受了自己是中度忧郁症患者这件事 然后 也一边就是做心理智商 然后一边就是接受药物的治疗 在最近这一两个月 其实情况有好转还蛮多的 因为在之前呢 都是处于极度极度负面的情绪 可是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呢 心理智商这边有蛮大的进展 所以我的想法可以开始变得比较弹性一点点 跟比较不那么负面一点点 忧郁症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嘛 它不像一般的生病 我吃完三天的药就会好了 它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段的一个治疗的 所以我现在目前还是处在于治疗的情况当中 但是最近的情形已经好非常多了 包含恐慌跟忧郁发作的几率都已经降低了 甚至于即使它发作了 它发作的那个强烈感 也没有过去那么强烈 而且我现在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想法上的改变 当我过去忧郁发作 想要自杀的时候 阻止自己自杀的念头的想法是 不行 我还有我的家人 我是为了别人 我觉得为了我的家人 为了不要让他们伤心 所以我不可以做出这件事 但是当现在比较近期还是有过忧郁发作的时候 我尽力阻止自己不要自杀之后 我告诉我自己的事 你必须要活下去 要活下去的原因 是为了要见到有一天 从那个苦痛当中走出来的你 为了见到从苦痛走出来的我 所以我现在要坚持着做心理治疗 坚持着药物治疗 只为了见到那一个 从忧郁的黑暗里头走出来的我 所以其实我现在的心态上面 算是有一些改变 当然不到超级大的改变啦 为什么我会得忧郁症呢 嗯 这边我要跟大家说 我并不是因为我是YouTuber 所以我得了忧郁症 而这个忧郁症 我之前有讲是一个比较私人的原因 那有一部分也跟原生家庭有关 但并不是说我的父母亲对我不好哦 可能是有在有些细节上面的东西 对我们造成了一些不安全感的影响 那一直这样累积长大之后呢 到了出了社会以后 我把价值认同感建构在社群上面 就当我开始做社群以后 因为我发现我做社群以后 会有人认同我 会有人觉得 诶你的影片拍得很棒 谢谢你的影片让我学会了 我从这里得到了一个很强烈的认同感 所以我把认同感都架构在社群这件事情上 但是其实把认同感架构在社群上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社群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东西 就像2018的时候的演算法 那个时候大家影片的成效都很好 但是一过了2019之后 诶演算法整个大掉下来 所以我的认同建立在这个东西上面的时候 那个落差感会变得超级超级的大 应该讲社群是压垮这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不是直接导致忧郁症的原因 我本身不是一个全职的创作者嘛 所以对我来说 YouTube这一个其实是副业 但是我极尽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我做这件事情的时间 基本上已经超乎我的本业了 社群对我造成的影响是 我很努力的想要达到一个我的期望 可是我却一直达不到那个期望 一直达不到的那个落差 反复的轮回 我会就是 我今天做了一个东西之后发现成效不好 一开始会觉得很沮丧 可是马上我就会觉得 好 那我就要再改进 我下一次要再做一个更怎么样的影片 吸引大家来看 可是当我下一次又做出来之后发现 诶 成效还是不好 这时候我又会陷入一个低落的情绪 觉得为什么没有人要看我的影片 一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一定是我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 所以呢 我又会再想新的东西可以去做 然后就这样一直反复的轮回 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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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前面有讲嘛 我对做创作社群这件事情的认知是 这是我额外选择要做的事情 所以没有什么压力可言 也就是说呢 我完全没有在排解压力 之前曾经有人在IG上问我说 我都怎么排解压力 其实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没有在排解压力 当压力来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说 这就是你要承担的 没有什么压力这种事情 然后我都是让他过去就算了 我就假装他只要过了他就没事 可是实际上是 你没有抒发排解掉 他不是没事 他只是看起来好像过了 可是他实际上还是累积在这个地方 所以社群只能够算是压垮这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基本上大致的整个心理状态 大概上来讲是这样子啦 之后跟大家分享的所有跟忧郁症有关的系列呢 全部都会是用这样子像有一点podcast的方式呈现 如果你今天在听完我的这一段分享之后 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有一点忧郁的倾向的时候怎么办 第一件事情呢是网络上有一些忧郁症的量表 你可以去做做看 评断一下你的忧郁症指数是什么 但是那并不代表你就是有忧郁症 你只是可能有那个倾向 你就可以先去身心科救诊 就去精神科救诊 的确对于患者来说 要鼓起勇气去看医生 不是一件那么简单跟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是真的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会挣扎觉得我真的有生病吗 其实也不止忧郁症 其实生病的时候 所有的病症都是这样 病人在一开始一定会有所怀疑 觉得我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真的生病了吗 那一直到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所以要踏出那一步 对患者来说都是一件 需要很强烈的勇气的事情 特别是忧郁症 因为一般的病症呢 是表象可以看得出来的 可是忧郁症是看不见的 因为忧郁症是心里面的疾病 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人觉得说 突然某一个人被爆出 他有忧郁症 会有很多人说 哇 看不出来耶 当然看不出来 因为那是心里的疾病 而我以前也会这样想 可是在我得病了以后 我就发现 废话 因为是心里的疾病 所以外表当然是看不出来 如果你听完之后 你觉得你有一些烦恼的话 你也可以到IG来私讯我 那如果我可以提供你一些协助的话呢 也算是可以帮助到你这样子 心里健康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需要去注意的啦 这也是在我自己生病之后 才知道心里健康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现在在生病的情况之下呢 除了忧郁症之外 身体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包含自律神经失调 那我的自律神经失调呢 第一个是耳鸣 其实我耳鸣出现的时间点 跟我的情绪低落的时间点 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我有去看额比喉科 然后有时候吃了很久的药都没有消 一直到最后做了检查 发现我的耳朵根本完全没有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会想吐 有时候会恶心头晕 然后甚至有时候会 觉得自己很像膀胱坏掉耶 就是我可能刚才上完厕所没多久之后 我想要上厕所 或者是腹泻 再不然就是便秘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 些微的瘦麻烦 那就是身体五花八门的问题 心理健康真的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它很容易被忽略的原因 是因为它看不见 所以很多的人会不知道 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 那以上就是 今天比较初步一点的 跟大家分享 那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录了多长 之后呢会再陆续的跟大家分享 关于比如说我的自律神经失调啊 关于我的这个心理智商啊 等等一些 如果你们有对于忧郁症 想要知道的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之后就会再把它做出来 最后我想要讲的是 关于忧郁症的分享呢 我的角度可能会跟其他 也有忧郁症然后跟大家分享的 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通常会跟大家分享 自己忧郁症的人呢 可能都是他已经痊愈康复了 然后跟大家分享他的心目历程 但是我呢是还没有痊愈康复 我是还在治疗这条路上的人 所以我希望不管你是跟我一样 正处在于这个忧郁黑暗当中的人 或者是你想要多了解一点 关于忧郁症这个疾病的人 在听了这些分享之后 都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 也希望如果你正在 因为这件事情感受到困扰 在听了今天的这一集分享之后 可以踏出那一步 勇敢的拯救自己 我到现在呢 觉得非常非常感谢自己 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割完的那一次 我没有真的做到这件事情 我选择了去求救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 之后呢我也会再陆续 跟大家分享前面刚刚讲过的 其他的一些主题 那我们就下一次的分享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